娱乐税是乡镇市的重要裁员 不宜废止的 娱乐税检讨声浪再起 多达77位筹研立委提案要求废止 或删除部分项目 但被财政部全盘否决 很新的各位哦 每个人问了几家 现在今天有来的好几位 他们都废掉 但这个钱财政不出 财政不出这个钱 十几位你怎么出不起呢 请问你一年税收多少 我们的整体税收大概是 2兆多 2兆多啊 那你就负担 负担19亿跟3亿 去年娱乐税 全年税收18.9亿元 其中高尔夫球场 占4.2亿 一文集竞赛占2.5亿 电影院KTV等其他娱乐设施 总计12亿 按不同县市和场域 课征0.5%到最高25%的税率 裁委会上部分党内外 要求中央干脆设置专款补贴 或将标准订定的决定权 下方给地方自行决定 一个县市是没有高尔夫球场的嘛 那又谈高尔夫球场的这个 是不是要排除在娱乐税的范围内 项目可以做一些调整 税率的上限也可以做调整 因为市场 他们实质都没有刻到那么高 问题是可以调整 你调整了考虑了17年 你连没调整啊 你干脆连那个税率啊 都下放嘛 要我过去 我就会送你一个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横批就是税收 直批就是国产 还有你的肢体语言就是说 谁都想抢走十字架 这是个好事哦 不过 这个十字架上面 税收 一些污点你总是要把它去掉啊 脱口秀要给娱乐税 好笑的演讲不必 好 夹娃娃机 哎 要娱乐税 他们改成选物贩卖机 哎 不用 执政党立委肯定财长守住国产决心 但也建议可以检讨不合时宜的 课税标准及市场乱象 避免税制改革造成诟病 明星文唐生云梁俊乐 特报导 明星文唐生云梁俊乐